身形狀瘦的男子在櫃台前 对着男店员破口大骂 因为几分钟前 男子点饮料时 店员询问了一句 饮料要冰的还是热的 引发纠纷 就把客人的饮料 就是做完给他 那其实后来客人的态度 其实都还蛮OK的 4号当天 男子到台北市内湖 知名连锁咖啡店买饮料 由于当天室外温度高达38度 他到店家买饮料消暑 店员照服务流程点餐 却让男子气得在櫃台 大声标骂 他们问的话 就是他们也是进到 他们服务业的本分 应该要就是稍微询问一下 不然他也不知道 做冰的做热 男子愤怒的理由 民众看法各异 但其实饮料店 为了确认客人不同需求 大多数都会耐心确认 你要热的还是冰的 店员点餐服务力弱 但也不忘询问客人需求 因为一出差错 食材浪费不打紧 就是担心客人心里 对店家打折扣 其实不管天气 就是有再怎么热或再怎么热 有些客人就喜欢喝冰的或热的 所以这方面我们都会主动 帮客人做询问 影片中男子为了饮料温度 对店员标骂 敬业店员只能频频道歉 不过饮料店不认冬天夏天 都自有标准 遇到要求多的客人 敬业的店员也只能摸摸头 把服务精神放在第一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